如果你要選擇是上一個下一個的時候 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直接點選兩下之後 那重要是在這個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工作表一定會有一個 是目前被選取的那一個 一定只能一個 你不可能多 這個基本上就一個 我們如果要讓它向前或向後的話 那如果是上一 下一也上一 ok 如果是下一頁的話 那特別注意 我們會用一個 因為shit的名稱 我主要是抓那個 目前被選取的那個 那個名稱叫activeshit 然後呢 如果要讓它往後的話 後面可以點 點net 下一個 就是下一個 就是說 目前的這一個 下一個 然後呢 點slater 點slater 是把優標放在下一個 所以你點 點擊它之後的話 它就跳到下一個 跳到下一個 ok 它就會一直往後 那如果你要往前的話 剛好把這個名稱 改成這個previous 就是讓這個前一個 被先怎麼樣 先選 這個後面是選取 我要的是前一個去做選取 不過 如果你今天這樣執行的話 它會有個問題 說 它如果跑到什麼呢 假如說我今天把它執行起來 如果今天一直向上的話 可是如果你在按上 如果你沒有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判斷的話 因為它的前面沒有了 就會產生錯誤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避免錯誤的話 我可以怎樣判斷一下 判斷那個index如果什麼呢 已經是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我再往前對不對 如果index 它的index指的是什麼 我們如果要取得它的 active shifts的什麼呢 它的所謂的index指的 就是它現在是在第幾個 第幾個 如果說它不等於1的時候 不等於1的時候 那也就是說如果它已經是1的話 那怎麼樣呢 就直接不要去執行任何動作 直接就這樣跳離了 跳到什麼 一定sub這邊來了 OK 所以基本上我這邊的處理是 如果它不等於1的時候才去做 如果它等於1 也就是說它已經是第一個了 不要再跑了 再跑的話怎麼樣呢 會有錯誤喔 所以如果你再按一下 它沒有做這個判斷的話 那會產生錯誤喔 OK 那如果下一個也是一樣 下一個下一個一直到下一個 如果我們今天好了 假設我這邊把這個程式稍微 這個地方我已經寫好了 這邊假如說我不判斷它是最後一個的話 我這邊把它註解掉 這個假如說註解掉 這個我不做判斷 頭跟尾我不做判斷的話 那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這個地方是沒有 直接就是讓它去 OK 我把這個啟動起來 好 如果我現在程式如果沒加那個的話 上一個 上一個是可以 但是在上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 不是這個 這個 OK 應該是這個 OK 把它執行起來 上一個 如果在上一個會怎麼樣呢 它就出現 設定 有沒有 物件變數或WIS區塊 這個有錯誤啦 為什麼會有錯誤呢 因為它已經找不到了 因為它已經找不到了 以前是最前面的啦 已經沒有了 你明明已經沒有 你再告訴我說 你要去選前面那個 那就會產生Error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在前面 前面再加一個這個 判斷一下 如果 現在的那個Active Shift 的Index 不等於1的時候才去做 如果等於1就不要做 那這個判斷的寫法 比較精簡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是等於1 等於1一樣還有個Ls 麻煩 所以乾脆就寫這樣 不等於 那如果我前後加一個這個 不等於的話 我們這樣跑 你會發現 它因為這個Index 已經等於1了 那我怎麼知道現在是不是等於1 有一種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Ctrl C一下 然後我的習慣是Ctrl G Ctrl G就是這邊會秀出一個 即時運算的視窗 如果你油標放上去 它不會顯示的話 你可以 或者是檢視裡面有個即時運算視窗 那我一般會先在這邊運作 在中斷模式的時候 你可以加個問號 然後把那個名稱貼上去 就是ActiveIndex 按個Enter 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裡面的值是多少 有沒有 它會秀出來1 如果是1的話 表示已經在第一個 第一個就不能再往前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就如果已經第一個了 就不要再往前了 那之後會怎麼樣呢 就直接跳離了 這是一種判斷的方法 就可以避免錯誤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 可是我覺得這樣好像 好像有點太陽春了 我希望一般有沒有使用者 他不知道啊 他一直按 那是不是給他一個Message 好了 比如說你告訴他說 已經在第一頁了 不要再按了 或者是什麼樣的訊息 他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是第一種解法 那第二種解法是什麼 欸 老師那這樣感覺 他還是不會動啊 那一般我們的直覺上 如果已經到第一個的話 應該再跳到最後一個 讓他一直可以一個cycle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寫法 就可以變化 所以 變化的方法 還可以再變化兩種 一種是 已經第一個了 你就跳個Message Bus 告訴他說 請不要再按了 已經是第一個了 對不對 這個是可能比較消極一點的 比較積極說 因為一般的user 其實說真的 都沒頭沒腦的 反正就亂按嘛 對不對 一般user他比較沒有邏輯觀念 反正他就一直按 他想說 按到這邊的話 應該會跳回去 那你是不是可以幫他跳回去 所以有兩種改法 那我們知道說 那第一種改法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 假設我這邊把它註解掉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它稍微改一下 那我可以把這邊先中斷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第一種改法是 跳一個訊息告訴他好了 這個先註解掉一下 一般我會先把它 先這一段 因為我要改對不對 我可以先把這一段先複製 然後再把它註解掉 寫到下面 那上面當參考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改完 改完發現 我要改回去呢 我改不回 回不去了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改的面目全非了 對 所以 自把他放大一點點好了 OK 這邊 有時候寫程式 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但是痛苦的地方也在這裡 因為你想得出來 但是你寫不出來 你就會很痛苦 你就會一直想一直想 以前的話就是這樣練 那程式永遠沒寫完的一天 為什麼 因為你會想寫更好寫更好 像這邊的話 如果他已經第一個 跳出message的話 你可以這樣改 就是說 如果他等於1的話 then怎麼樣呢 then 你可以再多一個else 多一個else else 反之 如果他等於1的話 就跳一個訊息 就那個訊息 就是msg 就message的縮寫 bux messagebox 後面就直接給他什麼 給他一個敘述 比如說裡面的敘述 比如說裡面的敘述 是 已 已經 已經 就給他一個訊息 已經是第一頁了 然後 else 反之的話 如果他是第一頁 反之的話 才可以去點選 所以這個敘述方式的話 就比較 會有跳出訊息 但是你會發現 多一個else 去做判斷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如果這樣改 改完之後的話 第一種改法 有一個訊息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下一頁 這樣下一頁 然後上一頁 到這裡對不對 已經是第一頁了 他會動呢 不會動 再按 還是不會動 不過至少 讓user感覺 我知道 他因為已經第一頁了 對不對 這第一種改法 第二種改法是怎麼樣 就是說 我 如果希望 感覺直接把它 又繞到最後一頁 然後永遠 就一個cycle 有沒有 就不是線性的 而是變成一個圈圈的 所以你已經第一頁的時候怎麼辦呢 就幫他改成到最後一頁去了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應該問題就比較小了 反正他就一直跑 那第二種改法怎麼改呢 其實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邊 再複製一下 如果你要改第二種 那你可以enter 貼到底下 然後上面的部分 當成註解 最好是你可以在這邊 再加一個敘述 比如這邊再加一個 這個是有訊息的等等 1 2 3 3怎麼改呢 如果是第一頁的話 就幫他怎麼樣 移到最後一頁去 就移到什麼 如果他已經是在這裡 就幫他移到這裡 那這個怎麼寫呢 也是一樣 accush.index.e 他移 那怎麼幫他移 移到最後一個怎麼表示呢 schutz 括弧 哪一個 最後那個叫什麼 schutz.com 對對對 就很簡單 你看schutz.com 很好用 因為 以後你要知道 總科技工作表 很簡單嘛 schutz.com 不就好了 那schutz schutz.com 有沒有 最後要選取的話 你就點slates 不就好了 ok 如果他已經是第一個的話 對不對 那就幫我怎麼樣 移動到 選取到最後一個 那這樣的話 有沒有 他又從最後一個 又可以再往前 這樣不就可以一個cycle了 ok 試一下 這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ok 我們來試一下 第三種改法 已經 先先往前 然後再往後 好 未斑的對不對 他已經等於 然後再按一下 有沒有跑過來 然後再往前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如果再跑到未斑的話 會怎麼樣 再有一個cycle 所以你會發現 嗯 這樣的話 永遠都不會有錯誤了 而且感覺好像 嗯 還 滿 什麼smooth的 反正去讓他跑就對了 ok 那 同理可證 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如果碰到最後一個的話 怎麼樣 就會錯誤了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希望避免錯誤的話 也有三種改方 第一種就是說判斷 它是最後一個 所以喔 那個邏輯上面 基本上都 相通的嘛 那我們這個地方是 我這邊有個 NAS 有沒有 那你要寫這個 這邊最好 寫這個程式是從哪邊 這邊點兩下 好 點兩下 然後 這邊就可以去做修改了 那 修改的方法就是 逼NAS 這邊的CLICK事件 觸發的時候 有 就是 這個是 這一行 你要避免錯誤的話 如果 ACTIVE INDEX 它不等於SHIT.COUNT 它是SHIT 有沒有 SHIT 等於1 第一個 它INDEX 如果是它不等於SHIT.COUNT的話 才去做下一頁 那當然改法也有 一個Message BUS 或者是說呢 如果它已經最後一個 你乾脆幫它跳到第一個算了 因為它在下一個不就又到第一個 那改法的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 Message BUS 跟直接跳最後一個 那個剛好顛倒 OK 那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